肖战和杨子主演的一声请多指教 可谓是把老嫂子们磕疯了 剧内的顾卫和林之孝高甜亲密戏惹人羡慕 剧外杨子和肖战两人互动不断 彷佛顾卫和林之孝照进了现实 但顾卫和林之孝的爱情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 相反两人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苦难 才修成了正果 其中最令人影响深刻的苦难 就是顾卫的情敌 少江师兄 他是林之孝的同校师兄 两人关系非常的友好 经常私下交流演奏的技巧和知识 但是这偏偏打翻了小醋王顾卫的小醋谈 顾卫见林之孝和少江师兄两人在琴房练琴 就特意告诉林之孝 不要长期待在空调房下 很容易得关节炎 还经常跑去琴房拉他出来去散步 可谓是小心机拉满 看来喜欢一个人眼里是容不下别人的 但是少江师兄也是不允许林之孝 轻易被人抢走的 果然恋爱的酸臭味 总是让人迅晕 除了戏内容易吃醋 就连戏外 肖战也不放过调查情敌的资料 连忙用手机翻阅起少江师兄的个人信息 满脸嫌弃的时候 真的不要太真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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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